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现实的教训 这是现实 上来恩待我 上帝特别从小训练我 要这样传道 有时候我自己太太感受我止境 说我不要这样讲话 我说那你要问上帝 他把我搞成这样的 因为我要讲现实 配合圣经的真理 现实行为 现实的实在情况 每一个人都明白的 然后我们更加理解 彻底明白圣经的真理 人心能变成怎样的坚硬呢 我知道 如果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权 他们都会奉承我们 或者是来亲近我们 但是来到圣经的教训 圣经的真理 人心能够坚硬到什么程度 有很多时候 这些是我自己亲身经验 我自己的亲戚朋友 连儿女儿在内 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不要稀奇 我今天还在想 我们要感谢神恩典 为已经有的感谢神恩典 我们特别要感谢神恩典 就是三十五年前 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 这是最珍贵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 在美国这里 买了以后 其实永久拥有的 不是七十年就没有了 七十五年还是七十年了 只有在中国就没有了 OK 人心能变成怎样的坚硬呢 这一次主要的经文 是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到十七节 马太十三章 十到十七节 这个讲章已经在晚上了 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学习 然后如果你觉得不清楚的 可以上网去再研究 耶稣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耶稣讲的 全世界都可以自己听见 只是呢 你们是谁 很多人都要以为 你们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某某教会 常常有人要说 他们有不同的解释 现实 结果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 我们的解释 建立基督的教会 其他人的解释 建立不是基督的教会 这是传天下 没有人能变 因为教理名习挂出来 啥子不看见 好像不好听 但是你怎么 讲得比较 真实一点呢 蠢人都看得见 有时候有人说 我不会这个英文 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会英文 你也可以英文的字样 英文的字 那个样子也会变出来 上面的恩典 他们的解释 创造圣经 名字 教会名字 圣经没有记载的教会 我们的解释 建立圣经有记载的教会 就是基督的教会 这是打开眼睛 看墙边 我常常劝人 你走进一个教会 要先看清楚 事业上的人就是 凄惨在这里 他低着头走进去的 有很多人进来 我说 你知不知道 这里是什么教会 所以我常常会问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 我说那很危险 你要看清楚才走进去 耶稣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因为这本性 由某了心 耳朵法成 眼睛闭住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这是耶稣讲的 这是讲述非常简单 世界上就是有人 他立志 不要明白 圣经真理 凡是看见我就逃的 一定是这种人 看见我成就逃的 一定是这种人 他立志 一辈子 不要明白神的真理 是有好多这种人 我差不多 不是天天 每个礼拜都碰见过 再读一次 因为这本性 有某了心 耳朵发成 眼睛闭住 你把美元一百万摆出来 我担保 他眼睛打得 大大 你圣经摆起来 他必说 不要听 不要再说了 曾经有牧师 告诉我说 我们不管圣经说什么 他这一话一出了 我就没话说 所以全世界要想叫我 闭嘴无话说 就告诉我 我们这里 不管圣经讲什么 这句话对我最有功效 我立刻就不说话 问题是 他们常常要说 我们也是招生 我们也是招圣经 所以我就一定要问 哪张哪戒 哪一张哪一戒 上来恩待我 从小我就会问这个问题 小孩子三岁去常常问 为什么 为什么呢 OK 是他们自己眼睛闭住 恐怕他们心里会明白 能够得到预知 就是他们立志 不要得预知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我朵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上来恩待你们 我们这里看见了 年轻人也是 看着很 我一看就知道 你有没有听的了 OK 感谢神恩给 你们真是有福气 今天来到这里 圣经说的 马太福音 十三章十六节 耶稿自己说的 你们眼睛有福了 因为你们看见了 你们耳朵有福了 因为你们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 艺人 要看你们看的 看不见 要听你们听的 也听不见 OK 所以 非常有福气 感谢神恩典 所以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听见这个道理 你又觉得开心 你要感谢神恩典 我今天终于听见一件 一件圣经的真理 耶稣说 人心将坚硬 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人 干不干硬 坚不坚硬 出卖自己的丈夫 出卖自己的儿女 出卖自己的父母 自己来到圣经真理 六亲不认 连我自己也有孩子世界 OK 来到圣经真理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你实心想一下 每一个人都有 我们每一个新美术人都有 安静想一下 今天为什么 那个某人 你亲爱的某人 不坐在你身边 当然你说 他回去中国了 是在这里的 昨天跟你同在一个屋子里面的 甚至睡在同一张厂上面的 今天有没有坐在你身边 为什么 人心坚硬到这个地步 他睡在你旁边 但是就是一辈子 立志 无论如何 也不跟你进行严肃 哇 真是好 厉害了 所有弟兄姐妹都有我相信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亲戚朋友 如果你没有 那我说我自己算了 我自己就有 好多这样的亲戚朋友 OK 他有灾难找我 我叫他信耶稣 他不来 有时候我一提 我就少了很多麻烦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你明白啊 明白什么 少了很多麻烦 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学了英文 六十年前 在香港会英文的人 很多人 都要找他们帮忙 因为是英国政府 跟政府来往的 他们要请我帮忙 他们不敢来请我 叫我妈妈来叫我 OK 这就是有一班人嘛 他们不敢信耶稣 信耶稣的妈妈 OK 也有这种人 这是现实的问题 人心坚硬到什么地步 刚硬到什么地步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你叫他信耶稣 他就是不信 你也不信 我希望有一天 你有好多钱 给他好多的钱 看看他立志不要 我就说 他们真是有骨气 上的恩典 他们会看死我 但是我看死他们 没有钱 他们不能活 弟兄要把弟兄 父亲要把儿子 送到死地 刚硬到这个地步 不单止是犹太人里面是这样 两千年前是这样 两千年后是这样 现在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也是这样 在我们扭到这里 人就是这样 现在现实 如果你要知道 我可以把那个人 点出来给你 带你去看 最真实了吧 上的恩典 这是圣经真理 两千年不改变 只是现在 上的恩典我 我敢拿出来 跟你们一起分享 这是现实 这是讲苏灵方面 等一下我会交代 并且你们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我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所以我们天天忍耐 天天忍耐 忍耐到什么时候 到底 因为我们想要得救 最近我们不是 两个礼拜以前 我们不是有礼拜 有上次礼拜吗 所有的花圈都说什么 安息主怀 主怀安息 连不信耶稣的人 也主怀安息 哎呀 这些人骗人 骗到这个地步 人家也受骗 这是凄凉 他平常这个死的 平常都不信耶稣的 主怀安息 这个诗典 所有要忍耐 记得 记得 忍耐 忍耐到几时 到底 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我来说 到死 我的底是死 明白吗 有人的底 可能是两年后 我不知道 总而言之呢 圣经是这样说 以上的现实 就是三次意识 重复 活 现在半年 这个复活不是复活 重复活现在人眼前 在上次礼拜里面 因为特别如果有一个人有钱 他死的上次礼拜那天 一定要很多人去 这一次是他最后的见证 他们都到了 但是听到圣经的真理 没有一个人 因为看见人死了 有一种警惕 有一种回忆一下 我们将来也要走这条路 也要面对这个现实 希望他们的心能够软化 能够愿意谦虚一点 来听圣经的真理 没有的 这是现实 我在柳哥这里40年 以前开始的时候 这边下面的殡仪馆 生意非常好 那时候他们是读只有这一间 所以他们常常要请牧师帮忙 我就帮他们忙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这些来参加上次礼拜的人 听见我讲圣经的真理 看见人会死的 希望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一点人能够受感动 能够来走多几步 来这里信耶稣 40年 没有一个 因为参加上次礼拜 看见人死了 听见我讲大 来信耶稣的 40年来 我没有算 我负责了 我办了多少次的 三十礼拜 但是有一件事实 40年来 没有一个 这里有没有一个 听过我 以前看见我 主持三十礼拜 讲到来的 有没有举手 没有 所以 二十年以后 我就不干了 因为人心坚硬到什么地步 看见人会死 他也不受感动 明白吗 明白吗 看见人死掉了 他都不感动了 还有机会吗 所以 今天一起来休息 感谢小伦典 这些真理是现实的 所幸运的人 是我们在美国这里 人现在不能公开的 坐在我们肉体上 他只能 在信耶稣这方面 在精神关系方面 坚硬 他们不能 两千年前 他们能够 把耶稣钉死架 耶稣按他们 并且向他们传道 还有行很多神迹 帮助他们 有一次他未把五千 有一次他未把四千 五千四千 我们把他 差不多一万 他被钉死架的时候 多少人喊着 不钉死架 不钉死架 他们都喊着 钉他死架 钉他死架 人心两千的钱 这样干预 现在也是 好了 良人心 蒙两油 到什么程度呢 上来跟带我 感谢神恩典 好好一起学一下 上次一世 十者亲人 都彼此安慰 说 某人啊 将来有一天 我要在洛园 K堂与你再相会 都是这样 彼此安慰 当然有些人 他有 西天 基督世界 有小先 我查过 西游记告诉我 西天 基督世界 是西壮 西壮 草都不生的地方 上次一世的时候 好多好多 甚至唱歌 祖父啊 婆婆啊 妈妈啊 或者兄弟啊 将来有一天 我也会跟你一起 在天堂乐园 再相会 同时 坚持 不与死者 同在一个教会 走同一条 信心的道路 清楚 看着 清楚 传世间都是这样 三四礼拜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心愿 将来我们在哪边 再相会 我不敢讲那句话 我知道哪边 再相会 哪里 我想过 那不让我说出来 只是呢 不会是天堂 不会是乐园 因为他同时 你知道 妈妈信耶稣 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 他的孙子 他的孙儿 都一起 在坐在他身边 跟他一起敬拜神 甚至错也要 错在一起 这不好讲 应该是这样才对的 但是呢 他们说 上次礼拜的时候说 要将来 死后 再相聚 天堂落人 如果他去不了 这些人去不了 这很妇配 因为他 在生的时候 没有死的时候 他们坚决 不跟 爸爸妈妈 不跟 祖父祖母 坐在一个教会 同一条 走同一条 世界的道路 他将来要 同到一个地方 这是什么思想 太笨了 太幼稚了 他们以为 我可以向南走 虽然死的人 向白走 结果有一天 我在地球的 另一边 相见 哇 厉害哦 地球是远的 他就知道我 我一直向南 你一直向白 一定有一天 我们在地球 另一边 相会 地理 理论上 地理常识 是谁的 因为我们地球 是有人的 明白吗 一直向南 南北 你一直向北 将来有一天 在那边相见 厉害哦 地理常识都知道 但是地上有谁 有人吃吃饭的时候 这样做呢 有没有 某人啊 今天晚上 我请你在某一个地方吃饭 你走南 我向北 我向北 我在哪里会合 有没有啊 没有人这样识我 真是惭愧 你试试啊 试试 请你的亲戚朋友 去某一个餐馆那里吃饭 那里走北 他讲走南 看看你 看了几千年 到不到同一个地点 也是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中文看不出来 英文看出来 他前面有个THE I'm the way the true the life 什么意思呢 唯一的道路 只有一条 上天堂落缘 到父神那里去 只有一条 记得啊 一条 而且是什么 天堂落缘是一个方向 向哪里 向上 没有南北 没有东西 你走南 走北 走东东西 都不去不了 你一直向上 记得啊 帮我记得提醒他 不要来试这个 你向南 我向北 然后终于有一天 我们相聚 不要搞这个啊 你搞不到天堂落缘的 天堂落缘是一个方向 向上 所以我们叫什么 上天堂嘛 OK 不是去天堂啊 是上天堂啊 向上 只有一个方向 感谢神恩典 啊 我怎么这个头脑 想得到呢 我自己欣赏 好了 看见这基督教的人 是多么有福气 每一次我看见 基督教的人 我就很高兴 这人真是有福气 但你们的眼睛 是有福的 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 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最小基督 你可以见了 是非常大的福气 要记得呢 上天呢 是直上 不是东 也不是西 也不是南 也不是本 是直上 你知道吗 小心啊 世界末日时候啊 得救人上去 下面的人要什么 都要灭亡 OK 你不跟着上去 你就在下面 只有这两个方向 上 分下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今有许多先知 我们一人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但今天我们听见了 我们读了 我们读了 我们讲了 现在看我们愿意 醒不出来 这是上天一个方向的道路 是耶稣基督里面 人要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天父是完全的 天父住的地方是完全的 所以你必须完全 像天父完全一样 才配住在那个地方 现在 我们真是有福气 我跟我太太很喜欢看见那些 看那些有钱人 几千万的房子 我们只是看 欣赏 没有想到要到里面去住 感谢神恩典 所以我们真是有福气 天堂不是随随便便 任何人也去 我刚才讲那些地方 但是我们只能够看见 几百万的房子 你可以看见 上两千万以上的房子 你看不见的 为什么 你知道吗 那条路 你不能进去的 记得吗 两千万五千万 一亿以上的房子 它是在里面外面 有身体泽泽泽的 那条路呢 叫做私人 明白 私人道路不能闯进来的 那条路你不能走的 你开车也开不进去的 天堂你想看看 也看不行的 除非你配 住在那里 天父的地方 是完全的地方 你必须完成 现天父完成一样 传天下人 一听见这句话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是 我们人是没有可能 但是也是